近日 贵州省贵阳市 碧杰市 安市市 六盘水市 前夕南不一族苗族自治州等多地发生山火 火势凶猛 其中 六盘水水城区政府后山也着火 不一族苗族自治州浦安县龙岩镇的山火燃烧一天一夜 仍未被扑灭 已经导致至少两人遇难 本来要睡了 突然刷到贵州大火 原来贵州的大火已经从18号烧到了现在 怎么我现在才刷到这个消息啊 目前整个贵州着火点有几百处 从森林波及到民房 可以说三分之一的贵州都在燃烧 风又大 天又干 火是根本没法控制 据上游新闻报道 二十日晚 龙岩镇多位居民透露 当地山火已经烧了一天一夜 目前尚未扑灭 救火过程中有人员伤亡 比较年轻 都才二十多岁 当地医院工作人员证实 急救车的确从火灾现场 接走了两名救火人员 直接送到县里了 有一个不是我们镇里的 不过 龙岩镇政府工作人员 拒绝透露火灾情况 声称在忙 网传视频显示 二月十九日晚 龙岩镇的山火 从六盘水市蔓延过来 火势较大 火线较长 有视频显示 二十日下午两点多钟 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办公楼后山 突发山火 火势非常猛烈 整座山头都在燃烧 浓烟滚滚 天空都变得昏暗 山脚下就是水城区政府办公楼 看起来有被山火燃烧的危险 贵州贵阳也出现山火 有网友发布视频说 开车回成都的途中 经过贵阳 发生山火了 封路了 被堵在贵阳 视频中 山火异常凶猛 浓烟笼罩了整个城市 汽车行驶在路上 就能看到山上在燃烧 尤其是在夜晚 山火烧得天空变得通红 拍摄视频的网友说 哎呀 全部都烧完了 持续延烧的贵州山火引发关注 当地网友表示 这次的山火很严重 史无前例 到处都在烧 已经出现人员伤亡 我们村有一个人去打火 吹风了 跑不赢被火烧死了 这一周我老公他们 不是在灭火的路上 就是在灭火 真的太恐怖了 全贵州到处都在烧 希望所有人都平平安安的 这到底是咋了 怎么这么多地方着火 碧姐 那庸 大方 西风 六盘水 花溪 高坡 贵阳小河 请求救援 从18号到今天 整个贵州所有地级市周 都发生很多处山火 光贵阳昨天就发生 至少有七八个地方的山火 贵州今年的山火太奇怪了 到处兜着 以前也天气干燥 也不见到处起火 求求大家了 多多关注贵州山火吧 贵州现在真的全省都在烧 消防和武警资源已经不够了 大家宣传起来 2月20日 卫星拍摄到贵州多地出现山火 贵阳遭遇烟雾围城 安顺 六盘水 前西南多处发生山火 火线很长 根据网上流出的信息 贵州山火尚未控制住 正在持续蔓延燃烧 当地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 广州市南沙区万景沙镇立新沙大桥遭船之撞击后 桥体断裂 有车辆落水 网民嘲讽 桥是厕所只坐的吗 立新沙大桥系当地三民岛居民出行主要通道 如今岛民只能用船渡出行 22日 广州市南沙区万景沙镇立新沙大桥被船只撞击 桥体断裂 广州海市通报称 凌晨5时30分 一艘空载集装箱船从佛山南海开往广州南沙途中 经过红旗利水道时触碰立新沙大桥桥墩 导致立新沙大桥桥面断裂 通报未透露其他情况 包括车辆落水等 有网友称 至少五台车掉下来 现场发现一台公交车 一台货车 一台电动自行车 一个货车车牌号 暂时发现两名被困着 公交车司机失踪 广州巴士集团22日发布公告称 南沙巴士一车对驾驶员梁金华 驾驶月08386D 自编号N17049 车凌晨5时31分 行驶至南沙区立新沙大桥时 掉落水中 目前无法与驾驶员联系 新京报旗下紧急呼叫报道 万景沙镇官员透露 事发后 涉事船主已被控制 立新沙大桥系 三民岛居民出行主要通道 岛上民建村官员称 目前用船渡工居民出行 去年曾有网易文章透露 三民岛全岛当时 唯一通往外界的地上通道 仅有一座修建于 1994年的立新沙大桥 直连到万景沙的九冲板 当时从此桥经过的南沙九路公交车 是当地唯一出岛公交线路 今次大桥断裂后 立即引起大陆网络关注 网民留言说 不是传到桥投资染植吗 桥是厕所只做的吗 空船能把桥墩撞断 可想而知这是什么质量的建筑 大概率桥梁方的责任 任何桥设计之初 就会考虑防撞的问题 现在这个桥 撞一下就坍塌了 桥梁责任方一个都跑不了 都复杂 这种通航河道 桥梁通航孔处的桥墩 是要设置防撞设施的 从视频看明显没有 修这座桥 起码要十几二十万 船家一夜回到 还有网民嘲讽 我国的船就是结实 远超欧美 再有网民提醒 上次也是广东 也是桥被船撞的 二月二十日 陕西西安出现动雨天气 导致高架桥路面 结冰城溜冰场 数十辆车因刹车失灵 连环相撞 车辆损坏严重 现场视频可见 一座高架桥上 大量车辆发生碰撞停驶 后方还不断有车辆驶来 撞上一团 现场一片狼藉 有目击者网民 讲述事情经过 在秦岭隧道附近的 锦叶路西三环路口 因为洞雨的关系 路面变得很滑 高架桥成了溜冰场 车子开起来都打滑 其中一辆车试着踩刹车 但刹车完全不受控制 就这样一辆接一辆的 车辆撞了上去 该网民称 现场至少四十多辆车 都撞得七零八落 截至二十一日下午 当地没有通报 在这起连环相撞事故中 人员伤亡的情况 只称车辆的损坏程度严重 许多车辆被撞得面目全非 据称 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 洞雨造成路面结冰 导致车辆失去控制所致 洞雨是由冰水混合物组成 与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 物体碰撞 冻结成外表光滑而透明的冰层 二月二十日早六时 中央气向台继续发布 冰冻黄色预警 暴雪黄色预警 寒潮橙色预警 大雾黄色预警 大风蓝色预警 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目前 河南 河北 山西 山东 仍然是中心影响区域之一 露雷